上次開箱就有個大波神器 這次開箱就有個挺屁神器 我又怕我的屁股太突出我會怕醜 所以就用一樣東西覆蓋著它 絕對不是我的屁股不夠挺身 所以我去買價格 絕對不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看到我現在新家居服的裝束就知道了 其實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不 其實你們看標題就知道了 我呢 久不見了 淘寶開箱ですね 對了 我真的很久沒有一個一個箱 又開那一刻就開始排氣 好啊 首先就有這個好像披薩盒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 噢! 我買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我買了這樣的東西 他送了一個大陸的零食 那些辣條 那我就讓你們看看這兩個是什麼 很膠 但我很喜歡 哈哈哈 先移高一點 好搞笑啊 不過它也挺重的 有點難平衡 我一摔下頭它就會滑下來的感覺 可能自己要用一個夾夾著去固定一下 好過癮啊 然後這個呢 叫馬賽克眼鏡 挺過癮啊 嘿 第二件 細細件的 這是什麼來的啊 嘩 又是辣條 這是什麼來的 啊 我買了過濕物 但我猜不到它會這樣包裝 假裝帶白兔糖 應該這樣包裝啊 整件事 是很過癮啊 但會不會太省成本啊 喂 不是過濕物來的嗎 喂 你不要再短一點 你看它 去到我手肘而已 好啦 那另外一對呢 如果沒有錯呢 應該是黑色來的 就是我 唉 我也不知道它這裡有沒有過濕這個效果 一樣是這麼短 我先試一下穿 它是可以很勉強地過了過來 膝蓋的 但感覺上應該走兩步就先下來 接著這個是 它的包裝真的是 是一對很可愛的 這一對才叫過濕物的嘛 你看看這一對長多少 沒有啊 我喜歡藍白色 然後它有一個很有趣的兔子 做過濕物 算了 它辣條真的挺香 我想試一下 大陸的辣條是不是 好像說是假肉來的 還是麵粉來的 哇 好香啊 神經病 嗯 好香啊 但是味道 有點辣 有點沙嗲味 口感呢 好膠 我感覺我一邊吃東西 這塊東西一邊香一邊推 它的味道是挺香的 挺好吃的 吃味 它的口感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看一種會令人不禁吃完之後不停 呃 的食物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是 哦 我買了兩套泳衣啊 原來這麼奇怪的 摸下去呢 跟普通的泳衣有點不同的 比普通我們在香港買到的泳衣 更加粗粗一些 有一點點味道 這是裙子 咦 然後一套是上身 我先試一下套上去 看起來好像很鬆 但穿上身也OK的 原來 因為是條裙子 穿上身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我看其實這間泳衣店呢 都挺多人買過的 然後 那些款式呢 有很多都好像 出街衣服那麼漂亮 而且都不貴 每一套泳衣呢 都是 一百元左右 一百元人制 那你在香港買一套呢 可能正常都要二百多元 最少 然後另一套呢 就是全黑色的 其實我平時就不喜歡穿全黑色的 但它這一套呢 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我給大家看圖片 因為全黑色也很難顯示 因為我個人呢 就比較保守 我穿泳衣也好 我是不會穿比堅尼啦 就是你看到上身呢 是一定有上一步的 下身呢 沒有裙子呢 我是不會穿的 所以這一件呢 也是一件連身的啦 但它是有一點 小小性感的位置呢 就是 它這裡呢 是有一點點透沙的 然後中間呢 哇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中間有一條透沙 一直拉下來的 哇 會不會太over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穿這套 其實 開鞋一樣 別摧毀得很可憐的照片 哦 是毒L東西來的 我買了兩雙拖鞋 這一雙是Diva 這一雙是Genji 這一雙就買給Felix穿的啦 這裡有個Genji的人 然後就Eugino Kemakurae 然後這邊呢 有一隻Diva啦 NerfDisk啦 Mika啦 然後又是Diva的Logo 就是這樣 不知道好不好穿呢 如果我 剪這條片的時候 我已經試穿了的話 我就在這裡加上 用後感啦 原無意外呢 應該就是我的Costbook啦 上次開箱呢 就有個 大波神器 這次開箱呢 就有個 挺屁股神器 它是一條好像內褲一樣的東西 然後 這裡有個 偏挺身的軟的 屁股 這樣的形狀 因為呢 我這次Cost的呢 是 Diva的旗袍裝啦 穿旗袍呢 其實最看的呢 絕對不是你的波那些東西的 就是有波當然好 但是如果其實旗袍的重點呢 我就個人覺得放在屁股上的 我又怕我的屁股呢 就是 太過突出呢 我會害羞啊 所以就用一樣東西蓋住它啦 絕對不是我啦 我又不夠挺身 所以我在這裡買假裝 絕對不是啦 這個呢 是它的頭飾來的 應該說 有頭飾啦 胸花啦 腰帶啦 還有腰的配件 嘩 後面這裡結束了 讓我處理一下 嘩 壓扁了 頭髮 好可憐 我剛剛以為它是這樣的 但誰知道呢 它是這樣的 好啦 那接著呢 就是它的衣服了 嘩 嘩 等一下 這麼老的嗎 我沒遇到它這麼老的 我以為它前面應該剛剛我什麼都看不到的 我也不知道啦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想我試穿的 那我唯有試穿給你們看 說到威威 那其實自己很興奮 哈哈哈 其實呢 我原本呢 真的沒有打算出Diva的 因為我覺得呢 很多人都出Diva 不想 不想跟別人撞得那麼厲害 然後呢 我又在淘寶發現了這一套 旗袍 其實我原本呢 是被 Mercy的旗袍吸引 我原本是想出Mercy的 但是因為Mercy的旗袍呢 就還沒賣 所以呢 就打算 嗯 出Diva 那軟體呢 就是這樣的 旁邊很短 短得瘋了 我已經穿了那個假屁股神器了 裝假屁股神器 我突然間很有S字形 那這次呢 我就淘寶買了一雙鞋啦 我特地為這套旗袍呢 就買多了一雙 都幾貴下的白色高跟鞋啦 那現在就穿著了 那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怎樣給你們看 這樣啦 我經常都覺得呢 旗袍呢 必須要配高跟鞋 如果不然呢 就顯示不到那種線條 那我都可以現在脫掉給大家看啦 這雙鞋的造工呢 看起來也不錯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鞋裡面有一點骯髒啦 它的鞋也挺高啊 但是 我看網上那些人都說 它不會 就是穿得久也不會很累啦 所以就買了它啦 看到剛剛留了這裡有個花的 夾下去的 由於影片太長的關係 所以我這次要把影片分成兩部分 那下一部分呢 就是會說呢 我就怎樣在那個 70厘米闊的空間裡面 砌了這張電競椅 還有到底這張在淘寶買的電競椅 可以不可以啦 那這條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一個讚 有什麼可以留言跟我說啦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啦 還有要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按我出片也好 直播說好也會收到通知的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各位小粉蛋